大家好,我是朱婷 今天2024年4月8日 我正式跟中国排球协会 确认将会在世界女排联赛期间 回归国家队 最近朱婷正式宣布回归中国女排 很多球迷都非常的开心 自从我们国家队在去年是联赛遭遇溃败 失去了巴黎奥运直通票之后 进入今年的备战 其实很多球迷一直担心 中国女排到底会不会再度暴冷 翻车丢掉奥运门票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中国女排将有可能创下这么多年最糟糕的成绩 这是我们不能够承受的后果 还好而如今随着朱婷回归之后 我们再度看到了中国女排 可以重新回到巅峰的希望 球迷玄认的一颗心也终于落了下来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一次朱婷除了宣布回归中国女排之外 还正式声明向中国女排提出了两大要求 对于蔡斌和赖亚文来说 应该听懂了其中的意思 朱婷在这次长文中强调 这一次回归中国女排不畏民名不畏力 就为了帮助国家队拿到奥运会的门票 所以为了能够专心训练不分散注意力 为了能够拥有最好的状态 他提出了两个犀利的要求 第一个不参加任何商业活动 第二个不参加任何商业代言 说白了 其实朱婷现在根本就不差钱 他不希望在紧张的备战时间里面 还要受到这些商业代言的影响 所以为了避免在后续和赞助商引起一些争议 他就在回归球队之前 直接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在这样的情况下 对于中国女排主教练蔡品 和排协负责人赖亚文来说 自然就得在接下来安排好一切商务工作 不要再给朱婷制造麻烦和障碍 毕竟从过往中国女排的活动来看 一般在国家队备战期间 甚至在比赛期间 国家队都会和赞助商合作 安排这些球员发布一些广告配合品牌宣传 本身这种商业活动我们是可以理解的 毕竟中国女排要建设 也需要赞助的支持 但是朱婷这次提出的要求 也没什么毛病 因为国家女排联赛在5月份就要开始 朱婷打完一甲联赛 回归国家队的时间非常紧迫 她真的不想再浪费任何的时间 放在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上面 所以在这里要为朱婷点赞 也希望我们的球迷和合作方可以理解朱婷 一起支持她在接下来的世界女排联赛取得好成绩 帮助中国女排拿到奥运会的门票 不留遗憾 与此同时 如果中国女排接下来在世界女排联赛的成绩有所起伏 也希望球迷可以宽容一点 不要动不动就批评 甚至攻击网爆我们这些国家队的球员 现在是互联网时代 球迷说的每一句难听的话 都会传到这些球员的耳朵当中 进而影响到他们的状态和成绩 这是我们不想看到的 希望大家都嘴下留情